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纸牌屋 这又是我们来到了第三十篇 一个政客再怎么邪恶也不为过 一个记者再怎么夸张也不为过 两者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 歇斯底里的夸张 11月3日星期三 接下来的一桌 马蒂多次试图联系上凯文赛兵私色 尽管他的热情洋溢又彬彬有礼的秘书 不断向马蒂保证 斯宾塞还没有给他任何的回 哪怕是一个电话 因此他故意等在秘书通常下班之后 很久才会再次打电话 晚班的保安直接帮他接动了 斯多林小姐 不 我当然没有在夺你了 斯宾塞撒了个谎 我一直很忙 这段时间各种事情真的让我心烦意乱 凯文 我又需要你的帮助了 电话那头传来短暂的沉默 只要没有双方四目相对 他就要勇敢和专心的多 我还记得上次帮助你的情形 你说要写一篇关于民意的调查 结果你的报道是专门唱衰首相 现在他已经下台了 他的语气中有种安静和忧伤 他对我一直很不错 态度很好 我觉得你和他的一些新闻媒体 真的是形容真的是太残酷了 凯文 那不是我报道的 请你相信我 我的那篇被扣下来了 我的名字也不在上面 我那时候肯定比你还要生气 恐怕我失败了幼稚病了 晚安 斯多林小姐 他又挂电话了 凯文 凯文 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求求你了 克林克里奇先生的辞职 有些蹊跷 他还在那头听着 就个人而言 我不相信 那些关于他和他弟弟的传言 我想帮助他恢复名誉 我不知道我能怎么帮你 塞宾斯略带有怀疑 无论如何 现在是竞选期间 除了新闻办公室外 其他人一概不得和媒体联系 这是他的最严厉的一个命令 凯文 现在有很多事情 都是摇摇一坠 到处都在危机的边缘 不仅仅是这些 他们能够帮你赢得下一次权局 而且更为私人的信心 关于历史将如何评判 亨利·克林格里奇 要给他订上骗子的印记 还是给他一个机会 自准清白 这是不是我们应该帮助他所做的了 电话呢 他又一次警惕的沉默了 然后开口 如果我能帮你的话 你要我做些什么 很简单的事情 你知道要怎么操作里面的一个电脑系统吧 当然我一直在用 我觉得 有人对你们的电脑系统做过手机 做过手机 那不可能 那是我们最高级别的防火 外面人不可能进来 不是外面人啊 凯文 是内鬼 电话那头传来更长的沉默 好好想想吧 凯文 你的那个调查是内鬼泄露出来的 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直接把你陷进去了 他听到 赛宾斯轻轻重骂一句 看得出来 他的内心还在怀疑和纠结 听着 我们现在就在下雨 我十分钟就能去找你 我想这么晚了 你那肯定没什么人 没人会注意的 凯文 我现在就来 从停车上过来 他小声说道 求求你千万别从他们进来 不到七分钟 他两个见面了 两人坐在那一个小小的阁楼办公室 周围对着像小山一样的文件 摇摇欲追的占了一寸的地方 一个闪着绿光的显示器 占据了整个办公室 两个人在显示器面前靠得很近 他解开了第一颗扣子 他也注意到了 马蒂亚决定 晚点再去责骂自己的狡杀和疯狂 凯文 查尔斯克林格里奇 在里面的销售和文献服务中心订的资料 并要求他们寄到帕丁顿的地址 对吧 是的 我一听错就马上去确诊这个事 确有记录你看 他敲了几下键盘 荧幕上出现了板上钉钉的罪证 查尔斯克林格里奇格下 伦敦W2帕丁顿区 普雷德街 奥白 16号 01A 01 0091 下面一串天书一样是什么 第一排是就是他订购了 我们全部的文献服 第二排是订购的截止日期 我们记录下来确定他想要的东西 到底是所有的一切 还是只要主要的出版物 也要看看他是不是我们的专家 书籍具有的一个俱乐部 同时也要看看他的付款情况 是安时付款 还是签费 或者是一次性订购 查尔斯是什么情况 他从今年年初就开始交买一年了 他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酒鬼 下了班什么东西也不读啊 塞宾塞有些不安的往椅子里挪了挪 这个信息可以在整个大楼的所有电脑上显示吗 可以的 这种信息我并不觉得什么特别机敏 那么我告诉你啊 凯文 他稍稍斜过身子 深深的呼吸啊 男人都是很可悲的 他们特别吃这一趟 如果你想小小违反一下规定 让我订购你们完整的服务 你能做到吗 就从这个终端把我个人的信息输入进去 为什么这么问 可以啊 塞宾斯开始弄明白他的言下之意 你觉得塞宾斯克林格里奇这些订购单篡改过 或者啊 根本就是杜撰的 这是可以做到的 你看 他的实质啊 如从演奏会上的钢琴家一样 上下乱翻 几秒间屏幕上就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服务文献的一个订购者 M莫斯阁下迈尔密敦斯乐园99号 迈尔密迪斯尼乐园99号 但这远远不干嘛的 这个记录从去年初就远 这你就没办法说了吧 因为 哦 我真傻 当然他突然大叫一下 又开始拼命敲打键盘 大楼里啊 没有多少人明白自己 真的是在干什么 如果有详细的计划 你就可以直接进入主机的紫目录 敲打的键盘声音几乎黄埋了一样 你看 这样一来 就有进入了财务数据 所以啊 我就能看到这个账号 到底是何时缴费的 用支票还是信用卡 订购是何时开始 电脑荧幕变得更为的亮了 只有拿到正确的密码才能做到 我的妈呀 他推着椅子划了很远 好像电脑刚刚让他承受了很大的屈辱 接着他又挪了过来 紧盯着朋友 马蒂 你不会相信的 不管什么我都会相信的 根据账户记录啊 查尔斯克林格基从来没有为文献付过款 这个月没有 其他月也没有 他的信息啊 只是记录在分发名单上 却不在付款名录上 凯文 你能查查他的名字是何时首次啊 发现分发的名单上吗 他温柔的恳切 又是一种键盘的敲击声 但这次更为的谨慎 有这种深思熟虑的味道 天呐 天呐 刚好是两周前的今天 我来捋一捋 看是不是录明白了 凯文 我想完全搞清楚 这大楼某个人肯定不是负责账户的员工 也不是个特别懂电脑的人 在两周之前修改了名单 把查尔斯克林格里奇的大名写了上去 他点了点头 脸色发白 你能告诉我是谁修改了名单吗 或者是哪个终端改的吗 不能啊 这个楼的每台终端都能进行修改电脑程序 我相信他嘛 他摇摇头啊 好像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不及格了 别担心啊凯文 你真棒 他从电脑屏幕转向他 身子斜靠过去 我们已经上路了 但你不能对任何人说起此事 一次也不能说 这很重要 我想把他这一件事啊 的人逮住 如果他知道我们在啥 肯定会进一步行动回事灭迹 求你帮帮我 这件事情一直保密 直到我们拿到更多证据好吗 他与他肆不相对 就算我说了 又有谁会相信我呢 他呆呆地说 哇 越来越刺激了 缓缓相控 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内容 请啊 期待下一集 我们下期见 拜拜